我们来证明这个定理 Cosic Sequence 它定理怎么说呢 如果一个sequence是科西的话 它是科西数列的话 弱且为弱 这个sequence是受炼 但是在正这个定理之前 我们需要一个我们叫做引力 我叫做Lemma 2点12 一个Cosic Sequence 一定是Bunded 一个我们在2点2的时候 已经正了就是说 一个如果是一个收炼的数炼 它一定是Bunded 现在我们做一个类似的东西 一个Cosic Sequence 一定是Bunded 那个图画是 它是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收炼 但是它是那些像之间 是非常接近的 互相是非常接近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说明它是Bunded 那当然这个是从这个Definition来看的 好 我想我直接证明了 你看到这个Definition 那如果AN是Cosic的话呢 那下面这句话就要对了 任何的Epsilon给我 它的这个AN的这个尾巴 A M跟AN距离呢 都是我随便两个像 距离都要小于Epsilon 那我这里呢 去Epsilon呢 等于1 1就够用了 你可以看看我们2点2的那个证明 也是去1的 那就会存在一个N 使得 我们就会有某一个像之后呢 任何两个东西 任何两个像的差异呢 是小于1 那特别的话呢 这个小N是大于等于大N 我特别我选这个小N 就是等于这个大N In particular Am跟AN的距离呢 是小于1 那这句话呢 是重要的 怎么说呢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是说 所有大于N的 那个M 那 Am跟这个A大N的像呢 是小于Epsilon 那这里做一些分析 那个不等诗是可以 那个差异呢 是可以弄小一点的 那就得出什么呢 那我的Am呢 那我的Am呢 绝对指 这个是我想要的东西 是有界 这个大N是固定的 这个大N是对1 是对Epsilon等于1而选定的 某一个像 某一个数 所以这个A大N呢 就是一个固定的数 那我就说 它以后的像呢 都要小于这个 那这个就是Bunded 那我就Let 这个所谓的M 是等于 所有大M以后的像呢 都要比这个 这个像来的小 它是绝对值 那这个很多耶 因为这里有无穷像耶 这里有无穷像 那剩下来是什么 剩下来就是 只有A1 A2 一直到A的N减1 这些像呢 有可能比这个数要来大 那我后面的 N以后的 我都控制好了 那包括An An绝对值 当然会比这个小 所以 我这里有限一个数呢 选最大的那个 我就有呢 对于任何的正整数Am呢 都是小于等于这个大M 因为它 一就是在大N之前 那就是这些像 这些像的绝对值 当然比大M要来的小 然后它是大N之后 那就是这个 那所以 我说An是Bunded 这个是Bunded的定义 好 那所以这个是 正完这个Lemma 2.2的 那我就可以进行 这个 Cosie 弱且为弱 Convergence 这样子的一个 命题的证明 那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Convergence 必然Cosie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图画也是 清楚 我先给个图画 这个是A 那 如果An是Convergence 那就是 那个尾巴很接近A嘛 那就 比如说 A的某一个范围呢 所有的像都要在里边 那这些所有的像 它互相的差异会是多少 也不会超过 这个范围的一半 的两倍嘛 那所以 只要我设计 这个是 A减去二分之epsilon A加二分之epsilon 那你的Am跟An的距离 顶多就是在这里的右端点 扣掉左边的端点 不是就是小于epsilon 而是所有哦 所有某一个N以后的像 都要对 所以 Convergence 一定是 Bunded 对不对 那 这个图是 很简单的 那我们先给它写出来 这个A是什么 我不知道 反正某一个时数 就够了 我就 它是Convergence 所以呢 我就LimitAn等于A 那 对于所有的epsilon 大于零 我都找到一个N 对于N以后呢 就是按照我现在的想法 这个是二分之epsilon 是够用的 是二分之epsilon 所以 那图画是这个样子 我们做的时候呢 做的 可以 更漂亮一点点 怎么说 是说 这里呢 我是用一个 减一项 加一项的 技巧 减A 再加A 所以呢 我就有呢 AM减A 每一个 都是二分之epsilon 所以合起来 一定就是一个epsilon 那这个没有直接将刚才的图画 给它做 如果要 将刚才的图画做 直接做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 我们用一些 那些更高级的那些三角不等式 来帮忙将这个命题给它证明 所以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我就说 A N 是Koshi OK OK 好 好 反回来呢 会麻烦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很麻烦 因为工具呢 事实上都建立好了 我也是给一个图画给大家 刚才我们不是证明了 就是Koshi sequence 一定是bunded吗 然后我们前面有 几个大定理 其中一个 Bosano-Wastras定理说 你bunded的话呢 就有一个convergence of sequence 所以 首先 我知道 A N 如果是Koshi的话 它就是bunded 然后 再来说明 它是bunded的话呢 A N可能是在这里 它有一个subsequence A N K 去驱向某一个A 所以 事实上我们只需要就是说 不止A N K 去上某一个A 所有的A N 都去上A 那就做完了 是不是 那就做完了 那 A N K 事实上是一个subsequence 所以也包含了原来的 那个尾巴的某一些部分的sequence 所以 而那个尾巴是Koshi的 所以 这些跟其他的A N 事实上是接近 我说 简单来说是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 我用减一项加一项的技巧 我要说它是小于等于 这个东西 然后 这个是接近的 当K大的时候 这个也应该接近 当M跟N K都是大的时候 所以两个都接近 两个都小于 二分之Epsilon 那合起来就是小于 整个Epsilon 那就做完了 我再重复一下 这个整个步骤 因为事实上前面的 已经做了大部分了 我们先 Koshi Sequence 一定是Bunded 然后 Bosana Vastras 告诉我们 Bunded的话 一个Sequence Bunded 它就有一个收敛子列 这个叫AnK 收敛到哪里 我说收敛到某一个A 某一个A 然后 我就做一些 三角不等式 每一个项都控制得好好的 都是小于 二分之Epsilon 整个来说就是 一个Epsilon 这个都是一些很小的数 可以是很小的数 麻烦的地方 当然就是它小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给它 给它弄出来 OK 好 所以我就可以证明了 所以 把2点12呢 就是 so 让An Be Cauchy 把2点12呢 An是 一定是Bunded And so has a convergence C-O-N-V convergence subsequence 我叫做AnK Bunded 理由呢 是Buzano-Wastras theorem BW theorem 好 那 我又令 这个 AnK呢 既然有limit 我就叫它是A 好 这个实际上是第一步 我的第二步呢 所有的An 我不要叫An 我叫Am好了 都趋向A 好 我claim这个事情 这个claim是成立的 因为 我们有前面的这个东西 再加Coshi 这个事实 好 我将这两个东西 给大家所谓的合并起来 先做这个limit AnK等于A 所以我就是 有一个大K 大K以后呢 我的AnK呢 都跟A距离小于 二分之epsilon 那又由于 An是Coshi 那我对于这同样的epsilon呢 我又存在 一个大N 好 打N以后的任何的m跟n 它们的距离都要小于 二分之epsilon 好了 那最后这一步 你就要选 这个 N够大 我希望就是说 有一个N够大 它两个都成立 我叫这个N0 我希望那两个都成立 那这里呢 我就需要 小NK 这个数 它两个较大的 所以如果我的 如果我的 好啊 所以呢 我的NN0呢 事实上 我这里当然不需要 一定是 一定是要 N大K的 我觉得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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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这个大K就好了 对不起啊 这个大K就好了 那大家看一看这个怎么做 这个大K就好了 因为呢 我实际上给它升上去 这个 是大于等于N大K 我得出这样子的东西 DAS M0以后的所有M 我要估计好 AM 我就是找一个项 给它所谓的 减一项 加一项 那这个项是什么呢 就是N0 那再加 这个A的NN0 减掉A 那这个A的NN0呢 一方面它是大于NK 另一方面它也大于N0 这个是我们前面的 已经做过 做一个subsequence来说呢 它要这样子的 它两个都大于 这两个数呢 NN0都比它大 所以 我说 这个NN0 它是大于N0 大于N啦 我的意思说 当然啦 它大于N0 也大于N 所以它是满足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估计 它要 它要满足 Cosh的 那个条件 这个小N 就是这个NN0 然后 另一方面 它也满足 这个subsequence收敛的 这个条件 那个NN0呢 是比NK大 或者是N0本来就是比K大 那所以 所以 这个估计呢 也是二分之epsilon 按照前面所说的 所以合起来就是一个epsilon 那我们就建立了 所以这个麻烦的地方呢 反而是在这个这一块 大家要小心的 那我们就证明了就是 给K大于N0 我找到一个N0 大N0 那使得呢 它 所有大N0以后的小M 它跟A的距离都是绝对小于 这个填充题呢 就给它建立起来了 好 它的一个应用 好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说 对于Series来说 如果你地震的话呢 你大概可以用Monotone Convergence定理 就OK的 但是如果你是 这个 这个极数呢 有正有负的像 那你就不能用这个Monotone Series 那一般来说 我们都不行的 那就是要用这个Cosie Sequence的 这个讲法 那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东西 这个又是一个Parsal Sum 一个Series的部分盒 一个集数的部分盒 它的像呢 如果写出来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像 基本上1-1,1-2 再加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再加五分之一-6分之一 以及去到這個N份子自由-1的N加1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的alternating series 交錯級數 一陣一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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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不是递真的 它會減一點再加一點 再減一點再加一點 那你怎麼說明它是收斂呢 那我們可以具體的看一看這個數列 我不知道去年老師有沒有跟你們說了 但是現在你們學過這個cose sequence 那個道理呢 事實上所有的這些極數的收斂定理呢 為什麼它收斂 因為它們都是那個部分 都是cose sequence 我們有一個名稱的 這個名稱就是cose criteria 某些書呢會喜歡寫這個 我想sales呢也是會寫這個 就是科斯判別 科斯的判別式 判別式是什麼 就是這個部分核是cose 這個部分核是cose 這個部分核是怎麼東西 這個我要講的 就是你現在呢 我們一般是這樣子講的 部分核呢是等於一個 一個這個 這個partial sum 你的series呢是像AK 可是用sequence來看的話呢 就是這個Sk 它有收斂的話 相當於弱且為弱 我們的這個數列 Sk這個部分核的這個數列是受斂的 那它的cose 那如果我們知道就是說 利用這個2.11來說 它是 如果Sk是cose的話呢 則它是受斂 換句話說這個極數就是受斂 那這個cose是什麼意思呢 我寫錯了 這個是sn 那sn是cose呢 如果我的sm扣掉sn 是可以認一下 那 而這個呢 是什麼東西 這個相當於就是說 我從1加到m 然後呢 又從 扣掉1加到n這樣子 所以 假設m比n大的話呢 你這個剩下的來像呢 就是AK 從n加1 去到m 好 那這個東西是去向0 或者是這樣子說吧 它是小於epsilon 當我的mN 夠大的時候 那 這個就是我們的 Kauchy Criterion 一般書都是這樣寫的 你可以回去檢查一下你去年的那個 所以整個起源就是我們的 Kauchy Sequence 那我具體看一看 我們具體看一看 這個Kauchy Criterion 是怎麼樣子弄 像這個東西 這裡的小an 就是相當於那邊的大sn 是這樣子 我先估計一下 這個樣子 那 就是等於 是 你扣掉了以後呢 是n加1的 負1的 n加2 加 你 dm相 我假設m比n大 dm相扣掉前面n相的話呢 剩下來就是dm加1相 一直到dm相 是這樣 那 這個呢 不難看見它的絕對值 這些負1的東西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反正就是說 是交錯 一負一正 一負一正 那 那個 正的東西呢 這個絕對值啊 事實上是這個 是這邊正負 正負 正負 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你看 這個比這個大嘛 所以這兩個 抽一對的話呢 是一個正的東西 後面兩個抽一對也是正的東西 抽一對也是正的東西 所以呢 這個合起來一定是一個正詞來的 無論後面的那個是落單 或者是有一對 都是正的 所以呢 這個合起來就是正的 那這樣子就簡單很多了 對不對 那 我說 這個 一定比N加1分之1來的小 那如果做到這個不等式的話 那後面就很簡單了 這個當然是比N分之1來的小 那我希望它小於ε 很簡單嘛 這個我們做了好幾次了 對不對 那 所以問題是 這個不等號 是不是對的 那我說 這個是對的 因為 我也是 一對一對的 這樣子看它 我是這個 給它落單 然後 這兩項 看它 這個不是負的嗎 這個是負的咧 後面兩項 也是負的啊 那第一個是負的 所以呢 最後那個落單還是一對 都是負的 所以你是N加1分之1 再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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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下去的 那這個整個 剛才我們分析了 是一個正數 但是黎一邊 它一定比N加1分之1來的小 我們正數是因為我們是 這樣子一對一對去看 那這個交錯的極數 就是這麼有趣 那它是一直的去向0 但是呢 一正一負 一正一負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有辦法 它是递降的到0 所以我們就有辦法 可以用這種的分析去說明 我再說一遍 一方面前兩項 前兩項 前兩項 再兩項 再兩項 它是正的 所以它等於絕對值 另一方面 第二三項 第四五項 一直下去的話呢 都是負的 這個是負的 後面也是負的 那所以它是 N加1分之1 扣一點 再扣一點 再扣一點 這樣子 那就是 所以它一定比N加1分之1 來的小 那後面就 就簡單了 所以 你有這個估計以後呢 你的大N 當然很簡單 大N就是等於 Epsilon分之1 再加1 對於所有的 大N以後的小M跟小N 它的那個數列之間的差異 就是要小於N分之1 小於等於大N分之1 小於 Epsilon 既然大N是大於Epsilon分之1 我們這個就對了 那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可惜了 結論 AN是Kauchy Hence Conversion 那這個就是 Kauchy sequence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應用 那 一般的極速的這種收斂呢 也是用這種類似的想法 那 我們就叫Kauchy Criterion 好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來看